我是你们的秀科老师Michael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cross-validation 然后想要理解这个cross-validation之前 我们先得知道什么叫做training versus testing 这个训练versus真正的这个测试 那我们在上一集的这个数据集里面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步我们是要去建模 建模使用的这个数据叫做training datasets 那我们是把所有的病人全部放进去做的这个training datasets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做testing的时候呢 又是拿所有的病人重新去做了一遍testing 我来打个比方呢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老师再给你一个试卷 让你去模考 然后模考了好几次 全都用的是这里的例题 给你各种各样的例题 你解了题解出来说 我预测这个答案是abcd 然后他也给了你正确答案abcd 这样你模考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熟练了 他说哎 老师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考试了 考试的时候呢 你发现哎 他给了你原题 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办法 就比如说你第一道题看到哎 开头的字母是22.75 那我就直接知道啊 答案肯定是零 我都不需要看下面的答案了 这个过程 被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所利用 然后这个过程就就被称之为overtraining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结果做出来 AOC全都是1 这是因为你的training sets和testing sets 用的是一样的例题 甚至比如说你中间有一些相同的例题的话 最后答案都会给你虚高的 虚高的那个成绩 所以说真实情况下 大家应该用的training和testing 应该是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会把数据分成两部分 70%到80%的数据 把它作为这个training data sets 然后testing data sets 就是剩下来的20%到30%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现在在训练数据集的时候 OK你用的都是这些 大部分的这些数据集 然后你真正的学到了 真实值和你的特征值之间的相应的关系 学好了这个模型 最后你在看真正的题目的时候呢 它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新题 这样的话这个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本事 才能知道这个特征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还有相关性 那我们给大家就来介绍一下 就是在期刊文章中使用的最多的一种 cross validation的一个办法 这个叫做kfold cross validation cross validation呢 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把training和testing分开来 并且把它split成不同的group 我们来举一个类子 什么叫做kfcv呢 假设说我们还是有一千个病人 把它随机分成k份 或者k这里是五 就随机把它分成五份 那长得就像这样 每一次呢 我们就取k减一 就是四份用于training 然后剩下来的一份用于testing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一千个病人training的时候 用了800个病人做training 剩下来这200个病人做testing 然后就得到了 然后每一次跑的时候 做这一下 你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五个不同的模型 然后每一个模型 针对它的testing set 就会有 这里就有200个真实值和200个预测值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轮AOC 得到AOC在这里 在这里 五个模型 五个AOC 最后你可以把这些AOC合在一起 得到一个平均值 加减一个它的偏差值 就是你真正模型的这个performance 那好了 上一节课我们说了 怎么样使用脚本去计算AOC 然后这一次呢 然后并且发现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是有很大的差 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完美的结果 但是这个数值可能有虚高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给一个客户习题 就是来对比一下 有没有cross validation 对于AOC的影响 这里呢 我不需要大家就直接去写代码 只要会使用我们给大家的脚本就可以了 那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命令行 来运行一下如下四行这个数据 首先第一个是立体RNAsig的这个数据 就是还像上次一样 那这个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是一和一了 然后下一个结果呢 就是加上一个-m5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你一个k-fold cross-validation 然后要几多少fold呢 给一个5fold或者10fold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有了cross-validation以后 AOC最后的值是多少 然后同样的呢 我们又给出了一个control 给出了一个随机数据 这里使用的 大家注意这里是input4 这里input3 input3是RNAsig的数据 input4是一个随机数据 采取的是0到1之间的一个 我随机生成的一个随机数矩阵 然后我们可以预测一下 这个结果呢 最后做出来应该是多少呢 AOC高还是低呢 然后加上了cross-validation以后呢 最后AOC又应该高还是低呢 然后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下面我们给出那个答案 好的 你跑了一下这行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是我们上次跑出来的结果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run了5fold 如果你所以说 它会出5次不同的结果 然后最后给出了一个平均值 和一个差异值 这个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average 然后这是input4的结果 我们把它总结在 同样的一张表格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AOC AOPRC在这个第一次的结果里面 没有cross-validation 全都是1和1 而随机数据 没有cross-validation的时候 竟然也能做到1和1 这说明这个模型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呀 它能记住你的这些input 这些特征值 并且百分之百的 回忆出 它们所在的位置 那给出的level 就全都是正确的 所以它给出1 还是很厉害的 即使在随机值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真正的 如果说我们加上cross-validation 以后呢 那我们就会发现 用RNA-seq去predict 病人的这个survival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这个值是异常好的 0.99的样子 然后能加点0.022 还是非常厉害的 这说明用RNA-seq 还是对病人的存活率 有很高很高的预测度的 然后最后 我们使用随机数据呢 就是这个特征值和你的预测值之间 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的相关性 那做出来结果就很很有道理了 你看用FIFO cross-validation以后 最后做出来AUROC 那只有0.5 0.5附近的话 其实大家就知道 这是随机猜测 不好也不坏 对 然后这个值AOPRC 其实也是这个值附近 最后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在学术期刊里面 那你如果说得到一个异常高的AUC值 然后评审员 reviewer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的 那你的training sets和testing sets 是怎么选择的 你在training和testing之间 有没有information leaking 你会不会有一些training sets的信息 就通过某种不显而易见的方式 leak到了你的testing data sets 这样会使得最后的AUC值虚高 然后如果产生这样的问题 是很重大的错误 那写文章的人是需要改变的 但是不论如何 大家最常用最常用的 解决这个overtraining的这个方法 就是用FIFO或者104 cross-validation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欢迎大家来使用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下次再见